- 大家好,这里是十六根羽毛 我们知道,周天成是台湾的羽球一哥,世界排名前五 但你能想象吗?这样的顶级运动员却没有教练 取而代之的是,无论去哪比赛,周天成都会带一位女助理 你知道,小天背后的这个女人是谁吗? 她们是男女朋友关系吗? 看完视频,你就知道了 而且会明白,周天成为什么没有教练 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并点开小铃铛 这样,以后关于代资影集羽球的精彩内容,你就不会错过了 周天成,如今是世界男单排名第四 遥想多年前,周天成的世界排名还在50名上下徘徊 也错失挑战伦敦奥运会的机会 然而几年后,2019年的时候 周天成已经成为世界第二,更是中国台北的一格 这一切的成就,除了周天成自身的努力外 也与团队的付出紧密相关 我们都知道,周天成没有教练 这对于顶尖球员来说是罕见的 这种无教练的方式,让他和他的团队在巡回赛中很特别 因为几乎所有顶尖球员,都是听从教练的场上指导 周天成更倾向于无需教练的指导 因为他相信解决场上出现的问题,在自己的能力之内 我需要专注在得分上,这不是教练的问题 这是我自己的问题 周天成说道,教练跟你交流你的问题 但是我知道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 我就是这样提高的 周天成相信自己对比赛的理解 这让他能够决定自己的训练日程 周天成没有教练,取代教练角色的是一位搭档 并且自今年2月以来一直跟随他旅行 如果你也是周天成的球迷 那么,每次看羽毛球比赛时,你一定会注意到 周天成的身边,经常会出现一位女士 每次赢球的时候,她是第一个鼓掌欢呼的 许多球迷都会问,这位女性和周天成什么关系 其实,关系很简单 她就是周天成的物理治疗师 兼经纪人高敏山,周天成背后的功臣 周天成比赛过程中 高敏山坐在她身后的角落里 比赛进行中,不断激励她 每次间歇,她就跑到她的身边 递给她任何需要的东西 水,毛巾,替换的衣服 她的主要责任就是帮助她保持身体的最佳状态 每次比赛来到间歇的时候 高敏山都跟周天成交流些什么呢 只是鼓励 她说,我会问,你需要换一件上衣吗? 想吃点什么,或者喝点运动饮料吗? 我是一名物理治疗师,不是球员 她希望我在比赛期间在场的原因 是因为这样做她能专注 我总是很快就完成了我的帮助 所以她有更多时间去想自己的比赛 高敏山总是很快就完成了需要做的事情 让周天成可以专注自己的比赛 与同龄球员相比 周天成的巅峰姗姗来迟 29岁那年 她在印尼公开赛上打出了史诗班的表现 战胜了年轻的挑战者安德斯 安东森 比赛耗时91分钟 而在此前的三场比赛中 每场比赛平均耗时76分钟 在两周之后 她又在泰国赛上折柜 这是对她的身体和心理的肯定 每天我们都会给她做很多身体恢复 高敏山表示 在身体方面 她在进步 一点一点 逐步地 重复再重复 非常缓慢 但是她正在变好 心理层面也越来越理想 仍然有进步的空间 每天 我们都找一个问题 然后去纠正它 我们认为 即使我们能进步1% 我们就会这样做 我们需要进步 不能原地踏步 很多年轻球员都很强壮 很快 所以我们需要保持谨慎 她必须像年轻球员一样 不断进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天成之所以能取得很多好成绩 这都离不开周天成自己团队的帮忙 而她的团队里 两个最重要的人物 就是理疗师高敏山 和体能训练师黄成源 高敏山从2012年开始 加入了周天成的团队 高敏山强调 预防肾余治疗 选手该是保持健康 而非容许旧伤复发 所以修复站周天成 每天形成很重要的部分 她还表示 让选手从100%提升到120% 就是她的工作 黄成源 除了安排周天成的平常训练 还包办赛期 体能维持与赛前的动态热身 周天成认为效果十分显著 像我以前有时会慢热 现在就很少有这个问题 我们想找一个队的人 担任教练 高敏山说道 但是多次尝试之后 或许他认为他能依靠 一己之力征战赛场 他也是一名教练 对吧 这是一种可选项 因为他相信上帝 他认为信仰可以帮助他战斗 这是非常特别的 周天成 32岁的年龄 在羽毛球场上绝对算老奖了 但在和其他一流运动员 对阵的时候 完全看不出周天成体 能有什么劣势 反倒比年轻的对手更强 这不得不归功于 他背后的体能训练师 理疗师 以及小天自己的刻苦训练了 希望周天成越来越好 让更多人看到他身上的光 看到他的特别和他身上的 积极向上 永不服输的精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之前的节目里 我们说过周天成 安赛龙 林丹主动输球 故意给对手送分 连裁判都一脸猛圈 看完视频 你就会发现 他们真的很绅士 不愧是最优秀的羽毛球运动员 让人佩服 我们还做过周天成和戴姿影单挑的视频 周天成还有专门对付小戴的招数 取名为小戴招 看完视频 你会发现 小戴说话真的太可爱了 看到周天成要扑自己 小戴竟然说 等一下 真的被他深深地蒙到了 俩人之间的互动太好玩了 以及印尼大师赛上 周天成对阵骆见诱 说了这俩人是怎么被观众逗笑 并开始调戏现场观众的 印尼观众太热情了 热身接断现场气氛就嗨到了顶点 还有网友说 小天球还没开始打 进就用完了 热身阶段现场气氛就嗨到了顶点 以上三个视频 没看过的朋友 可以点击屏幕上的链接观看 再提醒一下 还没订阅的朋友 记得订阅并点开小铃铛 这样 以后关于周天成 戴姿影打羽球的精彩内容 你就能第一时间收到了 这是一个关于羽球的栏目 节目会在每周二 周五晚上八点准时更新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好了 羽球快乐无限 我们下次再见